今日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贷款等形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请问发言人有没有进一步消息 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在武装台湾的错误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 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上述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我要强调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已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